乌克兰近日在东部地区吹起反攻的号角 成功收复3000平方公里的尸土 国际除了分析乌军的自身关键 也相当关注本应出面轨击的俄国空军 为何在这场战役中缺席 美国富比式军事记者艾克塞12日撰文指出 俄罗斯空军之所以消失 是因为俄国救世的空战主义 已跟不上瞬息万变的战场 俄罗斯空军没有做反应 说真的蛮奇特的 因为空军它的战机飞行速度快 所以它能够对地面的战况 做立即的反应 因为航空气它调动会比陆军来得快 那为什么没有出动呢 可能是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说乌克兰反击军 他们有了配备了野战式的防空系 换句说乌克兰的陆军战甲车 或是战甲部队 或是说步兵单位太前进的时候 就是说野战防空飞弹发生的会跟随 这个乌克兰的攻击军一同前往 俄罗斯的空军没有出动是计战 这个防空武器的威力 第二种原因就是说 俄罗斯的空军可用的一些战地输入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来得糟糕 所以它的出勤率 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来得好 专家分析俄罗斯没有派出空军部队 除了是要避免战损继续扩大 另一方面则是军队有可能仍在进行整部 就这场整个俄务来讲 俄罗斯打的算是传统的消耗战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陆军的部分 即使在比如说标枪飞弹 还有一些弹王刀的无人机 多波次攻击下 俄罗斯还是出动这个大兵力取胜 但是空军要用这种所谓大兵力取胜的话 其实它有它的风险 因为在开战迄今200多天 其实外界推转俄罗斯可以用的 这个精准导音武器 比如说巡应飞弹 基本上来讲可能快要用光了 在这个生产还有筹备的过程中 如果要比如说战区子 它要遂行打局的话 它就必须出动空军战机去轰炸 你要出动空军的话 可能就会有所战损 就像SU-35这种所谓新的战机 都被集中 我们是推判的 俄罗斯空军还在准备下一场战斗 它还没有出击 不是不出击 古丁跟习近平在会晤 这两个元首会晤完之后 俄罗斯在新攻势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 而在这场至关重要的乌冬战役中 俄国除了消失的空军引发热议 过去不断大外宣的遏制武器 像是号称世界第一的T14战车等 至今仍尚未投入战场 也让外界一测 是否俄罗斯军方也担心 自制武器经不起实战考验 因为这种武器太宝贵了 第一个它这个新队战车 然后第二个它的量产数量不是很大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新队的战车 如果说真的要用在实战 万一被乌克兰守军所击挡 没有机会 是说在攻击的过程中 这些战车的主员被迫下车逃离 这个时候不就是让乌克兰守军 减到了便宜吗 整个战争的过程中 都看到说乌克兰守军 怎么好像三分五十呢 就减到一些俄罗斯的新旗装备 比如说像雷达车 或者说防控飞弹指挥车等等的 俄罗斯的陆军 不太敢用这种新队战车的原因 其实也是怕说 万一战车的相关的内部机密 被敌军所辱获 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长久来看是非常不划算 虽然俄罗斯国防部强调 目前从乌东撤军 是为了重整部队 向盾内此刻转进 不过若想发起下一波攻势 俄国的军备库存恐怕不乐观 传统武器上的话 基本上来讲 俄罗斯陆军 空军跟陆军的航空队 能用的型号 基本上都已经用光了 不管是火箭发射车 或者是说2S-4 140公里的这个所谓大型的迫级炮 这个全世界只有它有 那2S-7长城的自主炮 能够攻城的武器 基本上来讲 俄罗斯都已经用光了 由于前线面临重大溃败 且寒冷的冬季即将到来 不利于发展新一波攻势 专家也预估俄罗斯接下来 会加强经济手段 逼迫北约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援 借此扭转目前的劣势 记者黄信亚采访报道